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杯酒 一壶羹 走遍天下 最难忘怀的是那春池间依依不舍的熟悉味道 星角万里 最易响起的 是那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原香味道 无论酒居其中 还是偶然的邂逅 原香的味道都在提醒着我们家的温度 顺着昆明北江一条树木葱龙的路蜿蜒而上 京殿赫然在目 古时吴三桂 陈圆圆相演的传奇画本 早就随着时间散去 现在 京殿所代表的农家乐山林饮食文化圈 才是乐于追逐健康有趣生活的本地人 兢兢乐道的去处 大约穿梭十多分钟 东大村的牌坊出现在眼前 作为最早以村庄为单位发展香野美食的所在 这里有着一批意趣可贵的庙人 以游戏人间的态度 披逆着生活的浮夸 八十四号 没有名字 数字里透露着相邻的亲切 龚磊一家在这里居住将近十年 他的餐馆里充满了精心设计的粗犷 土墙 野花 陶罐 木楼梯 这是他花费经年时间的堆砌 也是对钢筋 水泥 直白的宣战 坐在这种地方吃饭 拿出匪器来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吃味道何尝不是解读一种人生的态度 龚磊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 对餐馆老板的表面认知 这种相貌的人更应该出现在大理丽江 重斥着流浪者艺术家的街边酒馆 显然它隐藏得更深 躲得更彻底 其中对美食而言 味道的实实在在 体现在店里的招牌菜上 酸汤猪脚 猪脚票水初步清洗 这个步骤早早地料理好了 接下来还要用喷枪快速地烧制猪脚 聪明智慧的国人针对很多食材 发明出了很多不同的料理工具 喷枪遇到食物会衍生出新的味道 它凌驾在生熟中间 是去除肉质品表面绒毛 针皮层毛孔污垢和汗味的活洗之法 横墙烧纸之后的猪脚 呈现出金黄的色泽 好猪脚的脉象在这个步骤后 就基本能看清楚了 收缩表面水分后 猪脚依然圆润饱满 皮质和肉质搭配均匀 再次清洗要使用温水 猪皮表面因为过火油腻 冷水无法清洁 反而让油脂凝结 所以温水漂洗非常重要 将整只猪脚砍成两半 用本地土蜂蜜 加温水或白酒调开的汁液淋起 这个步骤是上味 也是雏心 猪肉未美 但是在荤食里 也比其他大肉多了肉腻外 蜂蜜水混合白酒的甜心活辣 能把不好的味道去掉 麦香上也更容易上色 裹上调好的蜂蜜水下锅油打 猪脚在锅里欢快地画形 把食物由生变熟的同时 带上了独特的味之美 这一点唯有中国菜 才能神行兼备 炸好的猪脚 再放到卤水里 卤制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步骤是用比较传统的柴火卤 最大化还原食物原本的香味 时间是美味最好的加持 虽然费食费料 好食家愿意为此买单 卤好的猪脚要完整地踢骨 顺着骨头踢 不破坏纤维 等入口的那刻 牙齿和舌头才是研磨食物最好的载具 踢出的大骨头 用于熬成大骨汤作为锅底 带着浓香和营养 热菜后热汤下肚 怎一个爽字了得 肉切坨放进铜锅里 加酸萝卜 大葱 姜片 再舀入大骨汤烧开 基本上酸汤猪脚就做好了 画龙点睛的步骤是呛油 放油加干辣椒 姜片 整颗的大蒜炒香 一起盛着热汤烫人的火候 浇在铜锅中 混合着胡辣椒 腐乳汁 葱 香菜 做成的蘸水 吃时依照个人口味 加大骨汤调开 云南人最喜欢的酸 辣 鲜甜 就是这么个味道 好 我们多吃点 08年的时候 来东大春 这个地方是以前我们经常来汽车 认识的地方 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就觉得空气好山好 当时想妈就是说来这里不能老闲着玩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点事 做事能做什么呀 这边只能做开一个小饭馆 那开小饭馆当时也想这不会做 那怎么办 那想了一些办法 经过一年两年三年到现在八年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都想不到的 会发展到现在 工作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选择的工作是为了保障生活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说想发财的话 来东大发不了财 如果说你想来这里 寻找一种生活的快乐的话 可以 因为这里的空气是甜的呀 城市里面没有 一盏茶 一淡汤 一杯酒 一壶羹 走遍天下 最难忘怀的 是那春吃间 依依不舍的熟悉味道 星较万里 最易想起的 是那萦绕心头 晖之不去的 原香味道 无论酒居其中 还是偶然的邂逅 原香的味道 都在提醒着我们 家的温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门斜坡的尽头 时刻们在这里落座或休息或者四处张望 旁边的一方绿色里种植了果树 现在剩下一制 雷雷果实 没有精心护理 依然硕果满之头 你以为 这就是东大村84号的全貌 当然不是 一家店的摆设 位置 品项 对于了解这家店的美食 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 谁说 走进来就是吃喝二事 当饮食成为品尝的所在 五官的刺激力 肯定少不了视觉和触觉的追随 宫磊对于美食和朋友的宠爱 其实躲在一道小小的铁门后面 这里不对外开放 是住家 只有朋友们来了 这后面的别有洞天才会被打开 堂屋 小院子 植物 墙上的画作 罐子里的插瓶 木质的桌椅板凳 还有半透明的帷幕 文人骚客 迎师作赋 是不可能了 这里时常有一群人 对酒当歌 人生即合 如此肆意妄为的所在 摆什么菜 洋芋 只有这种土壤里最寻常 却是云南人爱到骨子里的食物 才能配得上这一场风光际月 龚雷也爱吃洋芋 还用他的爱神油的脑袋 创造出了洋芋饺子 土豆切成坨 是为了便于稍后蒸熟 大约八分钟 生脆的质地变得粘糯 熟洋芋用刀压成泥 你要是以为土豆泥做馅 那肯定不符合这道菜 带给我们的惊喜 土豆泥中加入糯米面 充分揉匀 糯米面的到来 增加了土豆泥的粘度 和入口的韧性 将加入了糯米面的土豆泥 揉成长条状 切割成小坨 揉成球再压扁 做成脚皮带用 接下来轮到制作肉馅 肉馅采用猪后腿肉 在切好磨成泥的肉馅料中 放入盐 鸡精 葱 姜 白糖 白胡椒 料酒和鸡蛋 宫内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和贤惠漂亮的妻子 时不时让孩子参货进来 做点什么 是他们夫妇特殊的放养方式 差不多大的小娃 隔着两座山的 还在上早教班 宫家小丫头们 早就对野眉 蚯蚓 蜘蛛见怪不怪了 一家三口与厨师包饺子 游戏人间至此 已经是我们羡慕不来的嘚瑟了 做好的洋芋饺子下锅油炸 冷锅热油 油烧到七成熟 关火下饺 使用温油油炸 是保证饺子外酥里嫩的诀窍 也是防止粘锅的举措 最后转小火 炸至金黄色出锅 这道菜是最早摆上桌子的 也是最早消失的 什么叫抢食 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也没想过说 这个餐饮怎么去做 会把它做好 因为未来的事情 它是未知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没想过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只想我来这里 我可以做到什么 其实当时我们来做菜都不会做的 都很难的 那个时候要做菜 给客人做的菜 跟朋友做的菜 都是朋友来这个地方说 你在这里做生意 我们来这里吃饭 但每次吃完都说 你做的东西不好吃 糊了 刚开始的时候 有招员工过来做 因为那当时候 来这里很多人待不住的 然后走了 没办法就自己 学着炒菜 然后做饭就开始 然后坐上去之后 还觉得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没做过餐厅 也不知道餐厅里面 需要配什么样的环境 或者什么样的用途 这些都是在一年两年 三年四年五年 包括到现在 都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都得改 因为我们发现不好了 要把它改进 也是不断地要去学习的 没有说 我们就拿着两个招牌菜 就可以在这混天下的 没有的 美食能称得上一个美字 一定是去除多余的香料 佐料堆砌后 还能保持营养和质地的产物 顺着村子的小路直达山后 一片向阳的山坡上 枯稿的树枝密密麻麻地 编成篱板 一方涂质肥厚 土壤颜色颇深的田野 悦然眼前 宫磊占山为王 这是东大村八十四号 所有生鲜蔬菜的来源地 人的无限创造力 因为农夫的桥手体现出来 他们是最美的大自然规划师 播种 灌溉 繁土 当绿色的央苗 一点点成为饱满的蔬菜时 站在旁边深呼吸里 唇齿都是清风 这是宫磊小小的福地 踩着土壤 顶着蓝天 山袜里除了这些 还有道路边一丛丛的野草莓 如果说餐馆承载着它的现实 路的另一边则挑起了它的梦想 和朋友们自己掏钱建立小轮车俱乐部 挥寒如雨 凭着双手一铲一铲挖出场地 一条路上执着难行 很多人来了又去 很多人质疑 很多人嘲笑 留下的是平常心 更是难言的寂寞 向着自己前进 你能坚持多久 功累坚持下来了 和美食不一样 极限运动背后更多的是理想 现在主要是在做小轮车的运动 2014年 然后4月份开始 到现在整整两年 这个产地前期的整体规划 全部是我们自己规划好 规划好 然后自己依照地形 然后开始做它 未来的目标 现在就是想这项运动 我们通过国外的这些优秀的 职业的玩家或者运动员 把这个项运动 在我们的本土 让它拓展出去 然后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这项运动 一盏茶 一淡汤 一杯酒 一壶羹 走遍天下 最难忘怀的 是那春吃间 依依不舍的熟悉味道 星角万里 最易响起的 是那营绕心头 晖之不去的 圆香味道 无论酒居其中 还是偶然的邂逅 圆香的味道 都在提醒着我们 家的温度 家的温度 不时人间烟火的人并不存在 离开梦想 回归现实 宫磊必须要做好餐饮 必须要客自云来 他不能输也输不起 他要用这份家业 支撑他小轮车上的梦想 所以他得做好美食 东西好吃了 来的人多了 这日子才能这么 四平八稳地过下去 废弃又温馨的院子里 除了小菜 也需要大肉 有热量 精吃的大菜 震慑一众 跋山涉水的石家前来拜山 牛肉是不二之选 都知道 神户雪花牛 是牛中的贵族 没吃过 于是调皮的宫磊 仔细研究了 本乡本土的各种牛肉之后 找到了品种 也很优异的 趋近神户黄牛 店里供应的涮牛肉 是他逼着自己 研发出来的大菜 所用部位为后腿肉 有嚼劲 鲜嫩 好料理 牛肉切片 洋葱切丁待用 好食材的第一步是炒底料 将牛油化开 加蒜泥 姜末炒香 厨房里 充斥着浓郁的牛香 再加入蜜老酱 和著名的三家酱调和 加上秋北辣 瓷巴辣子 进一步料理 放水煮沸后 还要加入干花椒 洋葱丁 以及常用佐料盐 味精调香调味 随后出锅 可以吃了 入口鲜辣香浓 牛肉特殊的香味 混合辣椒霸道 酣畅的味蕾刺激 中医说的生凉之气 因为这美食 得到了最好的注解 除了涮牛肉 烤牛肉 也是东大村84号的招牌菜 本地黄牛因为品种和海拔气候 肉质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不容易拉丝 嫩处还有筋骨 是烤制的上选 本地黄牛后腿肉切丁 踢出筋 保留最嫩的部分带用 山后地里的番茄切成丁 加大葱 蒜末 青椒和白胡椒粉 盐 鸡精 料酒 腌制牛肉15分钟左右 就能入味 五刀六块为一串 穿在早就准备好的签子上 上烤架烤 边烤 边刷香油 酱油 辣椒面 孜然和专门从新疆运过来的烤料 一边烤肉 烤架的一端 同时也可以烧水 孜然香气浓郁 闻之令人口水横流 这是大西北香料 和大西南牛肉的完美结合 荤菜的最高境界里 一定有火炙即可食用的韧性 都说一个人的人品 可以看他身边的人 宫磊的妻子 就是很典型的存在 柜台后面忙碌张罗 面对丈夫 那些恐怕有点 不怎么靠谱的固执爱好 他总用微笑回答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一个女人能把丈夫的梦想当成自己的 把丈夫的孩子气灌得无法无天 你说她没有过怨言 也许有吧 可是还是支持 还是选择相信 这对夫妻经营的十四 不只卖美食 也卖幸福 也卖宁静 也卖生活态度 吃完就走的人 请再回头品味一下吧 他对于我来做的事情 他都是支持的 做错的事情 他也支持 但是像每一件事情 他觉得我做的 都是应该是对的 哪怕是错了之后 他也觉得 你该做的事情 我都要支持 因为这是一家人 对女儿的要求 我想的很简单 就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在成长 成长的时候 要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天地 去成长的 那天地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快乐 希望他们快乐地成长 不要给什么压力的 那孩子你现在学什么东西 他学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用他的 所以对孩子的要求 就是说他现在只要 不要少感冒 然后不要受到什么 发生什么意外伤害 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他们自己 健健康康地成长着 在这样的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呼吸着甜的空气 成长着就行了 一盏茶 一淡汤 一杯酒 一壶羹 走遍天下 最难忘怀的 是那春吃间 依依不舍的熟悉味道 星较万里 最易想起的 是那萦绕心头 晦之不去的 圆香味道 无论酒居其中 还是偶然的邂逅 圆香的味道 都在提醒着我们 家的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贼 一道美食承载着一群人的生活 东大村84号里 还有一道菜最能体现这群人 干边鸭蛇 蜜甜干香的鸭蛇 没有多余的水分油脂 包裹着脆酥的细骨头 想极了这个院子 外表似朴素 那里别有洞天 芹菜大葱切段 姜切片待用 往新鲜生鸭蛇里放入料酒 盐生抽大葱姜等 腌制15分钟左右 等鸭蛇上味后 准备冷锅热油 等油热气7分 将鸭蛇放进去 炸成金黄色出锅 滤掉多余的油 接下来是炒料 干辣椒过一道油 加姜丝 芹菜炒香 再放鸭蛇 这时候 鸭蛇从里到外 都是满满的浓香 最后的点睛之笔 是鸡精 醋和白糖 白糖经过热火 立马化成糖浆 粘过在每一条鸭蛇上 鸭蛇出锅 色泽金红油亮 干香滋润 酥软化渣 无知醇香 现在这间店 现目前已经是变成 我们所有经济来源的 一个点了 平时的客流量的话 我们的人金次数 每一周 大概在个200人左右 盈利点是有 盈利点是有 因为盈利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最起码他成本相对低一些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拍拍脑袋想出问题来 就去做的事 后果呢 没多想 也想不到 没这么聪明 除了宫磊一家子 厨师们 帮厨服务员们 其实都像一家人 每天待在一起的时候 比对着家里人的时候还多 有感情 彼此体谅互相帮助 做好事 做好人 做好菜 这是工作 也是日子 一天天过去了 如果心是舒服的 做出来的美食 肯定也是美丽的 小院后面 躲着小沙坑 这是宫磊 给女儿的礼物 把大自然 放在手里把玩 有种甜蜜 是父亲的细心 你吃了他们家的菜 听到了她的故事 看到了她的院子 就会知道 真的有这么一群人 妙趣可爱 他们不甘于清平 他们努力做得更多 只为了想当然地 做自己 看到东大村84号 看到宫磊 你就会相信 世界上有一些人 他们有超能力 却以魔术师的身份 活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